第一ительноまあقة 就只说 很多层心marci 辩助 两岸要 常常讲要赚全世界的钱 那台商啊 我就觉得说 我要替台商讲几句话 就是说 第一个 台商呢 现在 这个过去 我们一直是在大陆上 连续几年都是出口第一名的台商 我们在大陆的出口蛮大的 我觉得对出口的财商 大陆应该奖励 我们最起码有个准国民待遇 你不管电商的执照 互联网的执照 支付的执照 我希望说两岸将来的货帽谈判 福帽谈判 一定要争取到 想办法争取到 最起码 这个准国民待遇 我不要讲说 这个超国民待遇 最起码一样的国民待遇 对 那你这个才叫 再叫两岸一家亲 对 做苦力的时候 外销了 哇 算很辛苦了 你来扛 吃肉的时候 对不起 这个执照只能给大陆人 你们胎伤没有 那什么叫特殊的 这个两岸有特殊的关系 既然特殊 一家一亲的 那就给台商一些特殊的待遇 对不对 有很多 只要不牵涉到国家安全的 不牵涉到特别机密的 韩国是我们最竞争的地方 或者其他国家 台湾就是比他们待遇 多好十个百分之 很多小型的台商 都有时候都要受到两次的缴税 我刚才在讲 税负的重要 那就是干脆 如果说愿意给台商优惠 外销的台商 让台湾来 查税 你只要外销了 九成让台湾抽去 到让利 到政府很多钱 台商帮你提供就业机会 不要一个人拨两张皮 做内销的也是由台湾来查税 公开来 那做内销五五分或六四分 台湾分六 赚了钱你分四 这样子才有实质的利益 所以我认为说 我们做经纪人 搞工厂人都比较务实 我就从这个角度来看 所以我希望你们 这个我就不怕你们写出来 不是怕 没有什么好怕 我想是我的新生嘛 很多台商优惠优惠优惠 的台商新生 就叫我反映出来